大家好,我们在养这个鸭掌木的时候啊,如果出现这个鸭掌木啊,叶片发黄,然后出现掉叶黑斧的情况,那么就是说明这个鸭掌木啊,烂根了,其实呢,我们想要尽早的发现这个鸭掌木烂根呢,是有一点信号的,那么是什么信号呢? 其实我们只需要观察它的叶片就可以发现了,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鸭掌木啊,它长这个新叶的时候呢,这个新叶的颜色是比较浅的,相比较一些老叶片呢,它的颜色相对浅一点, 但是呢,叶片也是非常的翠绿的,就算是这个鸭掌木啊,放在了光线比较暗的地方,可能它长的新叶颜色就会稍微黄一点,但是呢,我们给它调整光照之后,它这个叶片呢,还是能够变正常的 但是如果长的这个新叶啊,出现这个新叶发黄,然后啊,叶片发卷变薄,那么呢,就是烂根的信号了,其实呢,这主要就是因为啊,胶水过多,导致它根部缺氧,就会出现了叶片啊,发黄的情况 刚开始呢,它是出现在这个新叶片上面,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浇水不淡,或者浇水过多啊,就会导致它整个植树出现变黄的情况 那么这就是烂根的一个现象了,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及时的处理,如果烂根比较严重的话呢,就要给它脱盆处理 但是如果烂根不严重的话,我们就要给它多控水,多通风,这样呢,它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当然这个鸭掌木啊,它缺肥了,也会导致它叶片发黄 但是呢,它这个叶片发黄,就是整个植树叶片发黄,而不是啊,新从这个新叶片开始发黄的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区分才行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